子字的又来 这是子的甲骨文字形字形分析 上面是人的头 人的头应该是圆形 但是呢甲骨文呢很难画圆形的 因此用方形来代替圆形 这是孩子的头 下面是孩子的双臂 终尽是孩子的身体 这个字就是甲骨文的子 后来到了经文字形 孩子的头变成了圆形 孩子的双臂呢 一上一下代表挥舞着双臂 一个非常顽皮淘气的爱动的孩子 这是子 这是小传字形的子 小传的子呢 上面是孩子的头 下面是孩子的身体 双臂向上的 这是一个象形 小孩子不会走路 经常被包在墙堡当中 被包在墙堡当中的一个孩子 只剩下了头 和他的双臂向上的样子 这是小传字形子的 项形 许慎说 子十一月阳气洞万物子 以为称 这许慎对子的下的定义 在古代呀 子主要指的是儿女 而现在当代呢 指的是儿子 比如说子女 子孙子嗣等 我们把植物的果实和种子 也称为子 比如说瓜子 动物的卵呢 也称为子 比如说鱼子 把那些幼小的颗粒状的东西呢 也可以称为子 像子弹 子是对人的一种称呼 比如说男子 女子 妻子 儿子 才子 这是对人的一种称呼 也是对人的一种尊称了 比如说孔子 孟子 庄子的 这是一种对他的一种尊称 十二帝制当中啊 子排着第一位 对应的属相呢 是鼠 如果用于计时呢 子时啊 是一天中的开始 它的时间点呢 在夜间的十一点 到半夜的一点之间 也就是说 到了三今天的时候 正是对应的子时 在中国封建制度的五种角位当中呢 第四位呢 就称为子 子觉 接下来看一下 孩子的孩怎么来的 左边是个孩子 右边呢 是个害 害呢 就是猪的意思 两横 中间 弯曲 在这里呢 我们很难判得出来 它究竟是不是猪的意思 根本是不是害的意思呢 也不是 那接下来孩子的孩 究竟怎么来的呢 我们看一下 孩子的产生过程 右边呢 是害字 害字呢 上面有两条横线 两条横线呢 代表两个人 后面呢 有一个人 前面呢 也有一个人 应该是一个男人 和一个女人 前面的女人呢 肚子呢 微微的隆起 许慎认为啊 她是一个怀孕的女子 女子有了身孕之后呢 生出的子 就是孩 这是孩子的孩子又来 孩子指儿童 引申为子女 比如说男孩 孩童等 接下来看这个字 左边是子 右边是包 包这个字呢 应该是胎包的意思 一个刚刚 没有长成人形的 这样一个 胚胎的样子 外面呢包裹的东西 叫做胎包 好 这个字就是包字流来 包这个字呢 很少有主词的 也很少去应用的 目前为止 只有一个包子 这个解词 这个包呢 咱们只要讲一下 包什么意思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孙子流来 孙子呢 左边呢 是一个人的头 圆形的头呢 用一个方形 下面是一个双臂 加一个人的身体 右边呢 是绳子的意思 绳子呢 在汉字中呢 代表连接和延续的意思 在这里呢 指的是连接和延续 孩子的延续 那就是孙子 这是它的基本字形 上面呢 是孩子的头 孩子的双臂 身体 右边是一根绳子 代表延续和连接 孩子的延续 就是孙子 这是它的小章字形 左边是子 右边是记 记 记有连接之意啊 上面呢 这是一个绳子的主绳 主绳的上面呢 又记了一根绳子 因此呢 这个孙子的孙子 右边呢 它是个记东西的记 表示连接的意思 学生说 什么叫孙呢 就是 孩子的孩子 就是孙子 接下来看这个字 左边是一个女人的女 女人的双臂交叉 放于身前 在这个位置上呢 画了一根绳子 绳子呢 代表延续 代表延续 代表延级 女人 来负责 部落 这个竹竹的延续 和延级 这个字呢 就是繁育的繁 这是它的 金门字形 女人的身体 双臂交叉 在胸前点两个点 代表补育的意思 上面的头发 竖起 比较成年 或者比较投士 一个成年的女子 她负责这个部落 种族的延续 这个字就念繁 繁育的繁 这是它的小端字形 这是它的繁几字 繁这个字啊 就是繁衍的意思 种族的延续 因为生存的孩子特别多 因此呢 又有繁多的意思 这就是繁的由来 接着看这个字 这个呢 是一个绳子的意思 它代表着延续 也可以代表孩子的意思 这是甲骨文中的人的 整个的胳膊 上臂 前臂 手指 把这个 右脚的孩子 放在手臂上面呢 就变成了右 这是它的金门字形 一个人强壮的 攻二头肌 胳膊肘 前臂 手指 把一个刚刚出生的 那儿一个非常小的孩子 两个圈 代表孩子 放在人的手臂的上面 这是一个人手里 怀抱着孩子的样子 这个字就念 幼儿的幼 左边两个圈 代表孩子 右边呢 人的强壮的手臂 就是力气的力 这个字就后来的幼 群说幼小野 年纪小的 刚刚出生的呢 就叫做幼 幼儿 幼虫 幼苗 等 小孩子 也可以称为幼 比如说幼教 幼师等等 幼这个字呢 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会议字 在这里啊 是人强壮的手臂 用人的手臂呢 拖起来一个 年纪小的 一个孩子 这就是幼的由来 接下来呢 咱们可以猜测一下 这个呢 是绳子意思 但是呢 它很有可能啊 仍然是孩子的意思 因为小孩子啊 都是放到墙堡当中的 身体都捆绑在一起 只露出了孩子的头 而孩子的头 将身体捆绑的这个墙堡 它的字形啊 真的特别像 这个字形 而这个字形呢 又代表孩子 因此呢 咱们可以猜测 在幼小的幼当中啊 这个可能是一个 被捆绑在墙堡当中的 一个婴儿的意思 就变成了 这个字形 好 这只是用猜测 丑字又来 这是丑的 甲骨字形 人的手 正常的手啊 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这个手呢 发生变形了 手指头伸不直 都是弯曲的 而且是变形的 那么这个手呢 就是一个丑陋的手 这是它的 金门字形 三根手指 手指尖上 弯曲的 伸不直的 这是丑 这是小转字形的丑 人的正常的手 弯曲的手指啊 上面一个弯曲的 下面一个弯曲的 连在一起啊 就变成一树了 好 这是丑 这个字流来 许说丑可恶也 丑在地质当中 排到第二位 它对应的属性是牛 为什么是牛呢 一会咱们去拓展 用于计时的时候呢 丑指的是 凌晨一点到三点 为丑时 丑时对应的 就是四今天 在传统的戏剧当中啊 有个角色 叫丑爵 丑淡等 丑者指 相貌难看 就成为丑 丑又有厌恶 可耻 不光荣的意思 比如丑化了 丑恶呀 丑闻啊 丑陋啊 等等 丑这个字音呢 很有可能源于 这个丑 左边是个酒坛子 酒坛子的有啊 代表的是祭祀 人们在祭祀的时候呢 有人 头上戴着 丑陋的面具 来扮演鬼的角色 因为面具呢 是丑陋的 因此呢 丑的字音呢 很有可能源于 这个丑 这个字呢 就是丑的又来 指的是人 戴的面具啊 特别的丑陋 鬼怎么来的呢 咱们可以猜一猜 什么叫鬼 鬼是一个人 戴着丑陋的面具 来扮演鬼的角色 右边这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讲一下鬼的又来 鬼这个字啊 是什么古人呢 对生命的认知 一种未知的事件 那种猜测了 人死之后呢 人们认为叫什么 魂归归也 鬼的字音呢 就是归 回去的意思 人死之后啊 魂魄 再一次的回到了一个 没有定型的 一个胚胎的里面去了 这叫回归的归 这是一个 头朝下的 头朝下的 一个胚胎的样子 通过这个字呢 咱们可以猜测啊 古人呢 认为鬼啊 就是人死之后啊 魂魄离开了肉体 再一次的回到了一个胚胎的里面 这是人们对于鬼的理解 而这个字形呢 就像一个 刚刚长出头 还没有长出四肢的啊 这样一个胚胎的样子 而且头朝下的 这就是这个鬼字流来 它只是一种迷信的一种猜测而已 在这里呢 咱们仅供参考 丑这个字呢 字音咱们来分一下 我们发现了很多 在丑的字啊 它都不念丑 都发妞系列的音 都跟妞这个字音呢 有关系的 所以呢 咱们可以猜测呀 这个丑这个字啊 根本就不念丑 它的原始字音呢 就应该念妞系列的音 但因为这个丑的字音呢 源于 哎 这个丑这个字音 因此呢 两个字音呢 就变相同的了 而且都有丑陋的意思 比如说这个字 这个字 左边呢 是一个女人的女 右边 是一个丑陋的丑 而这个字音呢 并不念丑啊 它就念妞 妞就是小女孩的意思 那通过这个字呢 咱们可以猜测出来啊 首先呢 这个丑陋的丑 一定跟孩子有关系 否则的话 不能翻译成小女孩 年纪又小的孩子 因此丑啊 一定代表幼小之意 我有团队来看看 人的手 为什么会变这么丑陋呢 很有可能跟那一种疾病有关系 这种疾病的名字 就叫做小儿麻痹症 一般发生在小儿 一岁到六岁之间 经常发生在儿童期间 而且伴随着发烧啊 发热啊 这种特征的 所以丑这个字啊 应该跟儿童有关系的 一个字 小儿麻痹症啊 一般指的是 脊髓灰脂炎 脊髓灰脂炎呢 是由脊髓灰脂炎病毒引起的 它是种严重的传染病 它主要侵犯中枢神经系统中的 运动神经细胞 以脊髓前脚运动神经元损害为主 患者多为一到六岁 因此呢 这个丑这个字啊 就跟儿童有关系的一个字 这就是这个妞 为什么是丑的原因 咱们看丑这个字 手指头啊 伸不直 而且什么呢 都是盘结在一起的 都是聚拢在一起的 手指聚拢盘结在一起 伸不直的 这个样子 因此呢 咱可以猜测啊 丑这个字啊 它具有盘结聚拢之意 所以这个字咱们看一下 左边呢 是一个 丝线的意思 绳索丝线 右边呢 是丑 由于这个字啊 它具有盘结聚拢之意 那么盘结聚拢在一起的绳子呢 那就叫扭 就是扭的 小专字形 繁体字和简化字 学生说扭 记也 一约结而可解 什么意思呢 说这个扭啊 用来什么呢 用来记东西的 一呢 可以连接在一起 还可以给它打开 那么它就是扭扣的意思 左边这儿啊 把一些绳子 把它聚拢在一起 形成一个球状 这是左边部分 丑是人的手指伸不直 因此呢 这个丑啊 又弯曲的字形 所以把这个绳子 弯曲在一起 哎 做出这样一个 一个环 左边是个球 右边是个环 哎 两者互相连在一起 所以扭啊 就有连结之意 这就叫做扭扣啊 扭扣 连在一起的样子 球状呢 盘结在一起的 这样的一个绳子 再和环状的 这样的一个绳子 哎 连接在一起 这就变成了 古代人的那种 扭扣的样子了 那么把器物上 可以提起来 悬挂的部分呢 也可以成为扭的 比如说 一个钟 钟的顶端 隆起来的 弯曲的 这个部分呢 就成为钮 所以丑啊 有弯曲之意 哎 这里面可以悬挂的 啊 在这个钟的 钮 因为钮啊 有钮扣之意 钮扣呢 是附在开关的 因此呢 把这种开关 也成为电钮 植物 长出的又芽 都是又小 又圆的 就像一个钮 因此呢 把这种植物 刚刚长出来的果实啊 就叫做钮 比如说刮钮 而且这个丑 这个字呢 又有幼小之意 因此呢 这个钮啊 指那个刚刚长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果实 就叫做钮 现在看这个字 左边是金 金是金属的意思 只是青铜器 右边呢 是丑 丑这个字呢 在这里代表弯曲的意思 这是钮字流来 钮 学生说 印笔也 什么叫印笔呢 这是一方印 印的上面呢 是一个隆起的 一个弧线 因为丑 它具有弯曲之意 用金属做的 弯曲的 这部分呢 我们就称为钮 也称为铜钮 一个拴绳子的 用于悬挂的 这样的一个部位 就叫做钮 好 接下来这字 右边呢 是丑 手指伸不直 因此呢 它具有盘结之意 旋转盘结之意 左边是人的手 人的手呢 去旋转 就叫做钮 所以钮是转动的意思 去转动的意思 这就是一个钮的字音 通过刚才咱们学的这么多跟丑有关的汉字 大家发现了吗 它有丑的字啊 都发妞系列的音 好 咱们可以猜测一下 丑这个字的字音 不应该念丑 而应该发妞系列的音 为什么呢 第一个证据 所有带丑这个字啊 它都发妞系列的音 没有一个字念丑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呢 丑的足音呢 很有可能源于 这个字的字音 这个字的念丑 二者呢 都是难看的意思 因此啊 我们这个丑的字音呢 源于这个丑的字音 在十二地址当中啊 丑排在第二位 丑对应的动物呢 是牛 而牛的字音呢 跟这个丑的字音呢 完全不同 但是这个 这个丑字呢 它的大部分字呢 都发妞系列的字音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丑对应的是牛 因为二者的字音呢 应该是相同的 所以丑对应的属相 就是牛 对应的 你 对应该是故障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